原标题,特朗普突然释放军事打击信号,这个南美军事强国,能看多久在持续了一周的全国大停电中, 缺电,缺水,以及持续40摄氏度的高温,几乎把委内瑞拉带到崩溃的边缘。 3月16日,委内瑞拉举行军演,主、示保护电力和供水、桶。 这样的军演能应对美国的威胁吗? 军事问题专家李莉认为,委内瑞拉有非常明确的步骤安排。 作为对大停电的回应,委内瑞拉启动了几个步骤,一个是对华伊多进行调查, 明确指控,他参与到了大停电后面的操纵组织,也可能直接参与。 第二,委内瑞拉用空中直升机系统,在所有水电站上空巡逻,看周边有没有威胁, 加强对所有水电站的管控,这是委内瑞拉军队闪电行动的一部分。 第三,委内瑞拉启动了对水电站系统的保护性演习。 以前的演习都是针对当面的威胁,比如空中和地面打击行动, 而这次则是保护水力和电力的演习,加入了民兵。 这股力量,可以在保护水电站过程中,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。 除此之外,还增加了应对紧急状况的区域性变电站,在紧急状态下,对国家国际民生进行支持。 委内瑞拉想表明,国内秩序很正常,我们正在加大对国家重大技术设施的保护。 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,这是十分重要的一步。 3月14日,美国主委内瑞拉外交官全部撤离。 之前,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要求他们撤离,但美国没。 有什么反应? 这次突然之间全部撤离,是动物的信号吗? 国际问题专家刁大明表示,如果从动物成分上看,增加了所谓军事干预的可能性, 这是个信号,是两国矛盾持续升级的标志。 1月23日,特朗普政府承认了所谓反对派光伊多,双方就断交了, 下一步应该是撤出外交人员,保持最低多的联络。 但当时,美国没有全部撤出外交人员,为后续可能存在的协调创造了一定空间。 那时候马杜罗还接受了美国媒体的采访,并不是特别明显的剑板弩张。 现在过去一个多月了,可能的协调无法实现了,关系越来越负面,撤出外交人员也是理所当然。 正如特朗普和博尔顿多次说过的,要把所有选项都摆在桌面上,这位选事介入选项提供了信号。 文语甜意来源,央视网线闻印度高官发表强硬表态,新议论报复随时打响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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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certains门的博尔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